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在此呢 给大家说一说 最近网络上 突然那个 前中国著名的导演 英达 他2011年的起钱案 被翻出来热炒 朋友们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感觉 我呢 大概来分析一下呢 最近呢 宣宣热炒 这个英达起钱案呢 还是非常高明的 起一呢 可以震慑 国内的 这个富豪 就是对这个富豪讲 看看你们转移资产 到美国 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因为呢 在国内的富豪 很多的财产来源 不能说明 它的合法来源 或者是很难证明 它的财产的合法来源 其二呢 是为了掩盖 国内最近对这些富豪的清算 因为呢 国内的富豪都多多少少 存在着原罪 都存在着偷税 漏税这样的情节 党国现在经济非常困难 那么炒作英达案呢 可以掩盖 他们所进行的勾当 也就是讲 你看 你们的羊毛被外国政府 耗去 还不如让我们耗呢 第三呢 可以 预露一下国内 底层百姓的仇富 仇官的心理 可以耐用一下 毛左以及的下岗之工 他们的焦虑的心理 也就是看 哎呀富豪 富豪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从这几点中来看 在十九大以前 炒作英达 喜钱案 是一个非常 杰出的策划 从这来看来 中宣部最近有高手加盟了 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呢 如果说 认为我说的很有道理呢 请转发 请订阅我的视频 另外呢 请看呢 我确定他 置物霾 这个视频 一和二 谢谢大家